這個星期,美國總統拜登在華盛頓 與來自非洲幾十個領導人舉行美飛峰會 這是奧巴馬政府在2014年舉辦了第一屆美飛峰會之後 這次是第二次峰會 這次峰會舉辦了三天 與特朗普在2018年直接說非洲海地和非洲離是一個分坑 表面上並不相同 拜登上台之後頻頻發表了一些對非洲友好的說話 並且很多次派人去非洲訪問,包括在8月份派了 國務卿布林肯去了非洲南非演講 這次峰會,拜登提出了四個主要目標 這些政策其實在最近8月份,白宮發佈了一份叫做美國對 撒哈拉爾南非洲戰略裏面提出的,包括四個 一個叫做培育開放社會 第二個就是輸送民主和安全紅利 第三就是增進疫情之後恢復和經濟發展機會 第四就是支持環境保護 氣候適應和能源轉型 而8月其實美國的布林肯在南非北勒陀利亞大學 未來非洲校區也就美國對非洲戰略發表演講 而拜登政府就說希望借助這些策略、峰會 支持非洲國家發展 不過各界就問了,美國真的重視非洲 來分析就是它背後的實質仍然是想利用 非洲國家的掘起的政治力量和豐富的自然資源 來滿足美國自身的戰略需要 南非智庫先鋒集團首席執行官 這個叫做傑森姆斯優卡就說 近年來非洲國家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團結 已經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而拜登政府再度這次召開這個所謂的非美峰會 正是因為就看得到這一點 穆斯優卡就說美國以前只是在理論上 認為非洲是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一直到最近大多數非洲國家拒絕附和西方 譴責並且制裁俄羅斯 美國才意識到非洲不單單是一個理論上的重要夥伴 而是在掘起的緊的力量 就這個全球貿易來說 非洲可能是一個很小的角色 因為也是很小的經濟方面 但是在全球政治舞台上 非洲實際上可以發揮到重要的作用 不但如此 現在因為全球陷入了能源危機 要確保原料供應穩定成為各國的當務之急 而擁有豐富石油氣溫天然氣和抗產資源的非洲 在美國全球戰鬥裡面的地位也明顯顯露出來了 不過非洲並沒有那麼容易被拜登這些花言考慮打動 有分析指出 自從奧巴馬政府在2014年8月舉辦首次美飛峰會之後 美飛關係其實沒有實質性的增強度 而第一屆峰會提出的很多目標 最終只有一個講字而已 沒有實質地做出來 而南非紐約萊斯堡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孟大維 在會上指出 歷史上美國將非洲視為後花園 並且對非洲後裔實行種族歧視 而近幾年新冠疫情期間 美國和西方國家過度團職疫苗 就像加拿大 每個人可以打9支 很誇張 不管非洲人民的死活 還發佈一些歧視性旅遊禁令 對非洲旅遊要造成很大的打擊 現在美方又發起非美峰會 給人感覺就在這裏演戲 孟大維提到 連續兩屆的非美峰會 都安排在美國舉行 而美國領導人從來都不去非洲 這其實不符合彼此尊重平等相對待的夥伴精神 至於南非全球對話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內道也批評 美國公司在非洲存在大量腐敗行為 而非洲因為不公平貿易遭受到的損失 大部分都是美國公司造成的 但是美國政府對這件事隻眼開隻眼閉 反而對其他國家在非洲的企業平頭品足 特別指中國 而美國公司又將他們在非洲收集的大量用戶的訊息 全部儲存在美國本土 這件事其實是對非洲盡量了數據殖民 而就算美國人這樣說 美國雪城大學教授坎布爾就說 在近二十年來美國打著反恐這個旗號 經常開啟戰端 強行輸出民主 結果不但沒有消除恐怖主義 反而被包括非洲國家作例的很多地區和人民 帶來很深重的災難 而渦蘭危機發生之後 美國又要求非洲選邊站隊 來增加自己 來加大對俄羅斯方面的貿易打壓 而美國又大股炒作這個債務陷阱陰謀論 但其實自己通過瘋狂印鈔和加息 令到美債已經有很多非洲不堪負荷 為了平息法國對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不滿 美國將非洲當作談判籌碼 找到法國在非洲反恐行動提供資源 這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義 而至於非洲方面 非洲人就是烏干達政治分析員 這個叫做江澤就說 歷史上西方列強對非洲進行了幾百年的殖民統治 而非洲的資源對於美國和西方的現代化 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現在在經濟面臨巨大壓力的情況之下 美國又想重施顧忌 繼續對非洲進行剝削 非洲國家對這件事一定要清醒認識 他就說現在歐美經濟陷入持續的蕭條 所以他們就想繼續從非洲最大限度去壓榨取資源 令到非洲人成為完全弱勢的人 完全無助的人 這就是這次非美峰會的目的 他們不是為了要令到非洲變得更好 而是為了要改善關係 也不是想改善關係 而是為了要令美國和西方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好 接下來的話題就轉到台灣 台灣日本研究院和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 這個學程15號 就舉辦了一個叫做2022年國際變局與未來台灣經濟子民的座談會 他就請來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黃信賢 黃信賢就應要出席 當中就說到台灣2024年的所謂大選 就認為當地的民眾的風向已經改變了 而近期好像台灣行政院 行政院長蘇貞昌近期又針對食品輸往大陸受到的問題 以及這個小三通議題發表了一些很強硬的言論 人家說中國大陸怎樣怎樣不對 反而沒有什麼民眾的歡迎 而被批評 反映了什麼呢? 就說台灣民眾已經意識到 口頭上只是抗中是不行的 而未來的選民看的就是兩岸經濟治理的能力 政客的抗中保台牌的效力就跌得非常之快 恐怕也很難打 而民眾看到的是你能不能幫助企業什麼 也沒有辦法跟大陸溝通 至於未來的民進黨兩岸路線 黃信賢就說賴清德現在也在走蔡英文的路線 而蔡英文路線之前似乎還可以的 主要是因為美國接受蔡英文 而北京就看到蔡英文頂多都是自說自說 反對大陸 但又未至於好像當年的陳水扁那樣 就搞出一些明顯挑釁的行為 不過美國現在就完全 現在究竟是不是還完全接受賴清德呢? 黃信賢就說他很懷疑 而北京肯定對賴清德就有點疑慮的了 而賴清德能不能夠 擔起蔡英文路線就需要再觀察的 而黃信賢就說九合一選舉是地方選舉 而地方選舉跟兩岸關係的相關性可能不是很高的 而民進黨敗選的主要關鍵是在於疫情、經濟、候選人的品格 民進黨內部的提名、選舉策略沒有什麼主軸 也不是因為其他政黨做得比較好 而是大家不喜歡民進黨 所以就不投票給民進黨而已 而對台灣人來說特別是年青人 鵝烏戰爭那些血淋淋的事件反而更加影響 造成影響的極大 就令到這個民意轉向更加更加大 而抗中保台的意味著就說年青人要上戰場 他當然怕怕了 成為民進黨九合一選舉敗選其中的原因 而黃信賢指出民進黨在選舉之後的後期操作抗中保台 但是效力的邊際效應似乎跌得非常厲害 過去在2020年的大選 四大公投民進黨都在打抗中保台牌 但接下來的2024年的選舉恐怕也會比較難 雖然地區安全和統獨議題在2024年的大選還是關鍵的 但是只要這個選民未來看的應該 而選民未來看的應該就是兩岸經濟治理的能力 黃信賢指出風向就已經開始轉了 而民意就慢慢意識到只是口頭上抗中是不行的 你到底要拿些就說好似吃飯 你到底要拿些什麼的菜式出來呢 你到底能夠幫到這些企業做生意人怎樣呢 你有沒有辦法跟大陸溝通呢 為什麼其他國家做得到你做不到呢 他的結論就是在2024年大選除了誰去誰能夠保護台灣 民眾還會看如果大陸要武力攻台 那你台灣政府有沒有準備好呢 那防空設施有沒有準備好呢 那戰時的醫院這些有沒有搞得好呢 還有最重要就是你有沒有辦法跟大陸溝通呢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系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